警方就两个深水埗区议员的办事处外 早前发生的冲突再拘捕一人 被捕的25岁女人涉嫌伤人 深水埗警局还按早探员 将她押回区议员李文浩和刘嘉恒的办事处调查 在现场检周证物 现场消息说 个女人是刘嘉恒的女朋友 刘嘉恒和李文浩日前在办事处外贴上 包括蓝丝与狗不得内进通告 引起部分人不满 早前有人去到办事处外抗议 期间发生中断 警方事后拘捕三人 涉嫌刑委和普通袭击